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刚刚过去的六周选举 巫统成了最大输家 国阵跟西蒙合作之后 陷入1加1少过2的困局 为数不少的这个巫统支持票流向国盟 成了促成巫统遭遇滑铁炉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无论如何 这一次西蒙跟国阵联军 总算是有惊无险保住了原有的堡垒中 巫统目前也还是团结政府的一份子 只是西蒙跟巫统在未来爱的路上 还可以怎么走下去呢 马来人投不下西蒙真的是火箭的因素吗 从冤家变伴侣的火箭巫统 这一段一开始就被诅咒的感情 还经得起考验吗 行动党副主席尼克敏 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就说 毕竟火箭巫统也才结婚八个月 新婚期还需要时间来磨合 他有信心时间会改变一切 但自由今日大马的一篇分析报道却认为 大部分马来人对火箭还是抱有猜疑 而这份不信任 抵消了首相安华 一直尝试要展示捍卫马来人穆斯林的努力 只要行动党还在 不管安华如何努力 对马来人做得如何再多 都很难说服马来选民 这真的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吗 华言智库研究员郑明烈受访时就表示 过去60年来 行动党跟巫统为了政治需要 不停接对方窗疤 数十年来的相互对立 相互记恨 已经根深蒂固 如今两党突然合作 要在短短8个月内消除60年来的刻板印象 这确实是个挑战 他形容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当年为了争取选票 过度使用手段骂过头了 现在就只能够承受这个因果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则认为 国阵西蒙的选票 无法互相转移 除了巫统和行动党 这两党原本就是宿敌冤家之外 再加上对手国盟 也一直把火箭当成他们的沙包 不断污名化行动党的形象 为行动党贴上反马来人的标签 这也进一步让巫统基层难以接受火箭 六周选举成绩尘埃落定 西蒙与国阵合作 并没有发挥预想中的 1加1等于2的效果 反而巫统原本的铁票基本盘 一去不复返都流向了国盟 西蒙国阵选票无法达到转移互补 不少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巫统很多基层党员 还是无法接受行动党 所以火箭真的是马来选民的票房毒药吗 马来选民投不下西蒙全都是火箭的错吗 巫统跟行动党合作 没有办法拿到马来选民投不下去 基本上当然它的原因是 第一,因为过去60年 行动党都被巫统要摸化 在这短短的六个月时间 要消除60年的刻板印象 随意料到今天就创建两个必须要合作 所以这个就是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几十年来互相攻击对立 让部分巫统基层对行动党的排斥已经根深蒂固 不过政治学者郑明烈也强调 巫统流失大量马来人的支持票 行动党是原因之一 却不是全部的原因 当中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不能全赖在火箭头上 如果你说马来人很讨厌这个行动党 所以因此更讨厌巫统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像森美兰州的很多一些议席是不可能 一些行动党的议席是必须靠马来票才会胜出的 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能盗窃 行动党副主席尼克敏也认为 巫统火箭联手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他们依然取得一些成果 比如西蒙德以在伊斯兰党执政的吉兰丹取得零的突破 赢下哥达拉玛州席 就是靠西蒙火箭效应才成功突围 尤其是森美兰州 更是两党合作成功的典型案例 我们最强而有力的证据就是 你看到森州火箭和巫统合作无间 所以在巫统在森州取得了 辉煌的战绩 因为它可以获得非马来人的权力的鼎力支持 那么与此同时行动党跟不同合作 在马来选区方面也有所掌握 最明显的就是雪州的苏乃佩雷 苏乃佩雷是一个马来选民占超过60%的选区 行动党派一个华人候选人而建墙 也能够漂亮胜出 宁肯敏认为毕竟火箭跟巫统也才结婚8个月正处于磨合期 他相信经过这次六周选举的考验之后 只要彼此展现更多的诚意 未来能够继续的合作无间 郑明烈也认为很多政治课题会随着时间逐渐被选民淡忘 很多的矛盾冲突也能慢慢化解 他乐观看待巫统和火箭的这段关系 目前虽然还处在磨合期 但是经过周选的考验 只要大家拿出诚意 未来可期 而且相信表现会越来越好 政治很容易被淡忘的 它很快的人会透过一个时间的磨合 我觉得到最后是你看到如果说 西蒙政府能够做到更多汇集人民的事情 想慢慢地去化解他们过去 那我相信那巫统就会重塑他的一个形象 他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政党 那行政党也被重新地被定位成 他是一个照顾弱势族群的一个政党 那跨越种族的鸿河就会出来 六周选举之后呢 巫统一些基层领袖已经开始施压 认为行动党是导致巫统惨败的因素 马来选民半棒打鸳鸯 火箭巫统的这段关系 真的是无法走下去了吗 只能够喊泪分手了吗 郑明天认为 只要再给彼此多一些时间磨合 相信能够化解过去积累的敌意 而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也说 除了领导层 也需要加强基层之间的互动 让巫统基层看到行动党的诚意 才能够消除彼此的警惕和猜疑 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来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